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我是美宁 中共宣布今年除夕不放假 而菲律宾则高调宣布今年2月9日是特别非工作日 建议在这一天慶祝中国新年 而日前伦敦火车站都成为反共人士的打卡地 网传影片显示年轻人到这里弹钢琴 表达对中共的不满 2023年10月25日 在中共国务院发布的2024年节假日安排通知中 将中国新年的法定假期 仅在初一至初八 但大年30的除夕却意外感冒放假 这一点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为此又不少人猜测 中共之所以今年除夕不放假 很可能是因为除夕和除夕有谐音 感到习近平似是伏辟清帝的袁世海一样 下令不得港元宵 改清汤圆 还有人在网上披露说 接到上级通知 2024年2月9日当日 严禁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 用除夕一次发表作品和评论 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 改用大年30 网友们对此表示 除恶集、过新年、每年除夕 加加多开宴席 看起来每年除夕好有必要大办、特办、风风光光地办 都有民众倡议说 干脆除夕那天 大家都一起发除夕快乐 对此又分析认为 这是民间政治行为艺术 表达中国民众对中共党魁习近平 当下政策路线的不满 而这样也或中导致政局突变 而在这段时间 与中共频频出现磨擦的菲律宾 則有惊人之举 据陆媒报导 日前菲律宾总统宣布 2024年2月9日 即中国新年的除夕 大年30 是菲律宾的特别非工作日 民众可以用这个假期 慶祝中国新年 对此网友在此哗言 自己不放 外国放 慘不慚愧啊? 都有人说 怪不知得我们的年轻人 喜欢过阳节 自己的除夕都不放假 想和家人吃团圆饭都不行 这边民众在表达 对中共除夕不放假的不满 另一边 中共小粉红大闹英国火车站事件 都升级了 1月19日 在伦敦聖潘克拉斯火车站 拍摄即庆钢琴演奏的Care box 遭到一群疑似中共大外宣人员的恶意骚扰 该事件引爆国际舆论的同时 Care box 都越战越勇 不单只受邀上节目反击 和被多个美国和英国的媒体采访 Care box 都在社媒留言说 自己正在订购 引誘8964字仰的维尼虹T恤 以表达对中共的不满 疑似法地姓潘克拉斯火车站现场 多成为海外反共青年的打卡地 1月24日 據网传影片显示 一名染了黄色头发的唐人女子 彈起了那架钢琴 随着优美的琴声 她身后一名唐人男子都举着一块纸牌 上面用英文写着 吸钢琴自由 感謝Dr.K 結束中共滲透 中共不等于中国 並非所有華人都想要中共极权集中营等標语 而另一支影片显示 一名大眼镜的男子都坐在这架钢琴前 彈起了2019年 香港反送中的标志性曲目 袁榮光归香港 旁边一名唐人男子 吹着钢琴的伴奏 充满感情地唱起了这首歌的英文版 據影片显示 钢琴周围有很多身穿黑衣的年轻人 其中也有一些洋人男青年 他们打出英国国旗 西藏的雪山狮子旗 以及写有《光伏香港》 《時代革命》文字的黑色横幅 对此有网友表示 多一次听到热血沸腾 深深感动 人性中最伟大的 就是善良正义的不屈 向死而生的坚决 多有人逢刺中共说 看情况 逢吹再一次搬起石头 集了自己的脚 中共二十大后 随着习近平的亲信全面上位 一向躲在幕后 又带有神秘色彩的 中共国安系统 开始经常走到前台 而且都开始对不属于自己管核范围的经济 外交等指指点点 有分析认为 这是因为习家军内部 为了防止习近平突然出现状况 而互相夺权保存自己 去年7月 中共开始实施修订反间谍法 中共国安部随即高调号召 全民捉间谍 又接连耸人听闻地表示 破获涉及西方的所谓间谍案 但让人感到差异的是 中共国安部不但跨部门评论 拜登政府的对话策略 竟然还在近期几次 针对所谓的经济安全问题 发文干预 指责某些居心叵测者 网图引发中国金融动荡等等 这事还不算完 1月23日 中共国安部又声称 披露了一宗间谍案的细节 据说 该案涉及到一名 在国外考察的中共国企员工 被释有沦为间谍等情况 但让人感到不合情理的是 中共当局并没有公开 所谓间谍案事发的时间、地点 和涉案者姓名等基本信息 为此有中国学者质疑 已是中共国安部自编自演的 低俗的黄色故事 而且从幕后跳到前台的中共国安部 这段时间显得十分活跃 这个背后隐藏了什么的深层原因呢? 对此 雷奥法学家袁洪斌教授分析说 中共国安部现在已经权力膨胀 首先是因为习家军内部 无论是国安部也好 公安部也好 都在此试图擴充手中的权力 他指出 这并不是习家军内部简单的权斗 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共官员 都意识到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已进入顶峰 即是到了一个很危急的时刻 所以各个权力系统 都想在习近平突然发生不测事 能用手中的权力来应对危机 保存自己 甚至是打败政敌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表示 中共各部门机关之间 横向的结构布局 现在已经被打破了 中共国安部变成了超级部位 比一般机构权力要大很多 而且完全变成了 习近平个人的鱼用机构 他认为 国安部的种种表现 都是充分效力习近平个人的统治 只要跳到前台 而且是全盘通吃 不管是什么机构 所有人都要服从 而2023年12月25日 中共国安部又发布一份 《日常保密注意事行》清单 要求中国民众不得流传、翻拍 或流出所谓的涉物文件 不得用手机发送国家涉物事行 不得同朋友、同学、家人等 谈论所谓的涉物事行等 国安部还专门作出恐吓 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 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对此 賴建平分析说 现在由中共国安部出面 在中国大范围进行这种举措 会给中国社会造成压重的压抑状态 但这都是专制政权发展的必然 同时专制政权和整个社会 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 两边都在博弈 而中共的控制稍微一松懈 就可能会落得惨败的结果 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危机 在股市方面都处于跌跌不休的怼势 二日现象若实将中共嚇壞了 在中央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仍拗牙拿出钱够急 但效果如何外界并不看好 1月26日 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 各地方政府要以项目为对象 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 协调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1月底前 第一批项目名单出来后 就能争取到贷款 同时 中共央行务预警宣布 从今年2月5日开始 调缸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0.5% 如辽央行将释出大约1兆人民币资金 1月22日 中共总理李强 緊急召开国务院会议 呼吁採取更有力的措施 促进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据投资者披露 中共官员已在私底下要求 有国资背景的金融公司买入股票 从而帮助抑制股市跌势 据彭博社报道 中共在此次会议中 可能决定设立一项2万亿元人民币的紧急基金 来支持中国股市 而这笔钱或将从国企的外汇储备中提取 虽然中共咬着牙关拿出这笔钱 想通过增加市场上的流动资金 以及促进融资的扩大 借此来应对长期化的经济停滞 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 台湾财经专家王世聪对此表示 中共此举对中国股市或是中国经济 短期内应该会有一些激励 但现在中国大陆民众不敢买房 因为楼价可能会下跌 但不愿买车 不愿做长期消费 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中共都没办法扭转这些问题 即使放再多的钱 其实都是短期效果 1月26日 《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共当局为了恢复经济增长 和稳定市场 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表明中共对经济问题的担忧正在加深 而持续下跌的中国股市 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 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 西蒙·勒·普拉·特多赞文表示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接连不断 中南海内部利盲着恐慌气氛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借田认为 中国必须要靠实体企业和商业的发展 才能重新缓醒民众的信心 而且工资和工作机会必须增加 让更多的人有工作 现在这么多人都失业 在家中躺平 商家店铺都在倒闭、灌闭 外资企业都在抛售中国的股票 都在撤离 民众没有信心 而且坏消息接二连三 人民只能收紧荷包、增加储蓄 预防或是等待更惡劣的经济前景的到来 盧透社在1月25日引述朝中社的报道称 1月23日至24日 朝鲜劳动党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第19次扩大会议 金正恩在会议中说出 朝鲜人民当前面临的危机 不能保障地方人民基础食品 和初级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现在整体地方经济连初级的条件都不具备 非常令人心寒 也是党和政府无法回避的严重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 朝鲜民众就一直被缺乏糧食的基本民生问题所困扰 现在金正恩亲口说出 不能保障地方人民的基础食品 和初级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我想而知 朝鲜普通民众面对的是什么艰难日子 对此 韩国统一部的相关人士批评说 北朝鲜的地方经济洋人寒心 根本原因是金正恩政府长期务视民生问题 并因为武器开发而招致国际制裁和孤立 尽管金正恩指出 平壤当局不应助等形势和条件的好转 而是需要改善经济的方法 以此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他也要求朝鲜劳动党应迅速作出改变 通过新的区域发展政策 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此来宿世成乡间的差距 但如果朝鲜当局对地方民众的基础食品供应 都无法保障 饥饿的人民就会因为生存问题 而质疑金正恩的个人权威 甚至发生民变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星期见